大家好 下面我和大家聊 险性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将那些直接梦见或记录 毕经分析的梦 称为险性梦 精神分析法认为 梦的真正意义被险性梦境隐藏 而梦的精神分析的目的 是揭示其真正的含义 而这一含义被弗洛伊德 称为险性梦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这次和大家聊的话题内容 来自于詹姆斯先生和伊弗林律师合作的 对梦的展示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